那我们即将前往 本次旅程的第二座岛屿 叫做不激岛 这个饥饿的鸡 这个岛有意思了 美食是他们不容侵犯的享受 瘦身是他们延续终生的课题 他们一边呼喊着 没有什么烦恼 是一对饭解决不了的 一边又在频频 在精神房里唱着 燃烧我的卡路里 其实像我这种 简单快乐的肥宅 我体会不到这种人的 这种人生命题 那不如就让不激岛的岛主 夏之光让我们探索一下 看看能不能找到答案 我好想再见你 再见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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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girl 第一年就被你KO 就像是一只绵羊羽 见命中注定的怪兽 未来都看不透 心里像什么秀 真的没有顾虑太多 只想和你到以后 朋友怎么能够停下这片充满的思念 你心里却是分挣扎 不断自我清贴 在耳边对你说的情话烈了好几遍 不管多么危险 为你抵得冰险 好想 好想再见你 你会在哪里 我好想再见你 再见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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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再见你 想再见你 让我快点站到你吧 曾经的那个操场 你我之间的弹心 虽然我十分随心 却不是纸上谈兵 但去看一场甜蜜的电影 在某天轮上面我们的约定 粉红色的晚霞 想你看我的脸颊 我望向你的远方 白云还是那么匆忙 虽然天气预报从不太难 在这白云闪现到你身旁 好想 好想再见你 你会在哪里 我好想再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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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快点见到你吧 谢谢 太好听了 又晒又有才华 又晒又有才华 那个我其实看着您这个 这上来就宁了吗 第一反应不是忌妒 其实是恶 因为你看你看 你这倒装修的 这也太让人惨了 你这什么玩意儿 大菠萝 甜甜圈 棉花糖 大可乐 就是因为知道你来 所以特意打了给你看的 咱们那个不羁岛 是不是就是 对美食有一些别样的追求 干饭是人生大事嘛 对 我们岛的人 对美食的程度 就像我刚才唱的歌一样 好想再见你 再见你 再见 你聊我干什么玩意儿啊 对不起 对不起 你是什么 你这是职业习惯吗 你还要的魅力 你还要过多了吧 来了我们岛就吃了 还想吃 对 不羁岛的人生 就是如此的不羁 是的 而且健康也是 GDC9破面膜 美食美妆 太好了 你一口我一口果然没有吃货找 但是建国你别嘲笑我 说到吃还是你更有发言权 那当然了 那毕竟你也是个没什么名气的美食博主嘛 再见 我走了 啥呀 你怎么一人随我一句 我是很称职的美食博主啊 要不是雪莉刚才拉着我 跟你们这脑都没了 没名气我不质疑 为什么美食 为什么会是美食博主呢 我当年卡 是没干下去转行做脱口秀演员了 不是 是 就对 现在脱口秀都快干不下去了 这太闹急了 哎呀 就请 来 你直播间好 你的直播间是我最深的贵宿 就更好奇这个不羁岛的岛民 面对于各种美食生活状态 到底是什么样的 接下来呢 就让岛民为大家讲述 他们岛上的这个生活 甚至为了吃饭不花钱 专门结交阔气的朋友 最近因为吃了有点多的 微博上闹了点小误会 我有时候 不是 人家 接下来上场的这一位 就有点让人不快乐了 因为他横竖都好看 就是关键是因为他干吃 他还不胖 非常的生气 他就是一个被演艺事业 耽误的美食家 更是一位外卖夜宵狂人 综艺吃播小王子 那么让我们再次有请 不尽道的岛主 夏之光有请 好 这是我第二次说脱狗叫 大家好 我是夏之光 对 刚刚建国哥说 说横竖都好看 这我没有横啊 我这有竖啊 欢迎来到不吉岛 岛如其名 我这个岛啥也没有 就是管饭 就是饿不着 欢迎来到我的岛吃饭 但是有一点吃了我的饭 你们就是我的 粉丝了 没事 不当也可以啊 大家可能看不出来 其实我特别能吃 特别喜欢吃啊 之前我在参加一个综艺 叫做炙热的我们的时候 我就 因为节目组的盒饭特别好吃 我就一口气吃了三盒 然后那个时候工作人员都吓到了 他就说你怎么吃了三盒 那我就很纳闷啊 我就说 因为我在减肥啊 否则我就吃五盒了 我还挺自觉的 有时候凌晨三点多收工 工作人员给我点了宵夜啊 我想这吃宵夜也太不健康了 我就想了一个方法 我还分享给我经纪人了 我说 我说你看 只要我等两个小时再吃 夜宵就会变成了早餐 你看多健康 这就是量变变成了质变 接着说 是啊 你要等一会儿 还会变质呢 对 现在大家吃到什么好吃的呢 都会互相分享对不对 就会按头分享 这是一个新的词啊 我不喜欢这样 但有一次我去按摩 那个师傅给我一边按头 一边跟我说 疯狂推荐他们隔壁的餐馆 叫老王餐馆 他说老好吃了 你一定要去 按完头就去吧 我说 大爷 我说你这才是真正的按头分享 他说 我那么大年龄 哪动什么按头分享 我只知道按头分成呢 不知道你们点外卖的时候 都用什么名字 我的名字叫腿毛哥 为什么呢 因为腿毛很旺盛 之前呢 我之前凌晨两点 点了份这个辣炒花蛤 我特别爱就是凌晨的时候 吃辣炒花蛤 然后看电影 对吧 特别爽啊 然后有次外卖小哥呢 还问我说 你怎么就老爱点这家呀 我说 这家的花蛤特别好吃啊 特别辣 然后小哥看了我一眼的腿 小哥说 还是你比较辣 辣眼睛的辣 然后我还特别喜欢吃黑暗料理 对 每次大家都说 就是越难吃 我就越好奇 到底有多难吃 因为我就会想 它会不会跟那个臭豆腐一样 就是 闻起来臭 吃起来特别好吃 抱着这样的想法 我在之前见到豆豆哥的时候呢 我就在前天晚上尝试了一下那个熏死死人的那个飞鱼罐头啊 一口下去我整个人都自闭了 对 也就是第二天我跟豆豆哥录节目的时候 他都 他都不叫我名字了 他直呼人家抽板 现在呢 由于工作原因呢 我就比较克制了 现在想想就是原来的胆子很大 因为我特别喝奶茶 然后之前都会点全糖的 对 从来就不会点什么七分五分 然后现在呢 也没办法了 因为就是管得比较严嘛 对 后来我就 想喝奶茶的时候 我就只敢鼓子勇气地问我那个经纪人 就人称王姐 我说王姐我可以喝奶茶吗 他说 五糖 然后我又说 我说七分行不行 他说五糖 我说五分 五糖 三分 五糖 换经纪人 成交 然后来当艺人呢 确实也很 也还行吧 也没有那么不容易 但就是需要严格的身材管控吧 这的确是 然后呢 吃多少都要通过运动来找不回来 比如说 今天吃了炸鸡薯条 我就得去健身房 就是撸铁撸半个小时 然后刚才建国哥还问我呢 说是什么支撑你每天吃那么多 依然不长胖呢 我说是平板支撑 建国说 哈哈哈哈 你有平板支撑 我有谐音梗大王支撑 你真的有吗 挺好 挺好 其实我吃不胖呢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我之前呢 我们出去吃饭都是一帮男生嘛 对 就那架势像速度与激情一样 每次吃饭都得抢着吃 一开始我们刚认识的时候 还是吃的全熟的 就是比如说火锅烤肉 都是吃全熟的 后来就变成七分的了 后来变成五分的了 后来变成三分的了 因为不吃快就吃不着了呀 然后有一次出去吃饭的时候 就服务员就站在后面就问 您好 请问这个 这盘肉下哪个锅 然后一个兄弟站起来就说 来下这儿 所以就是最后我发现就是我们出去吃饭后来都没有吃过全熟的 我才发现这朋友之间就关系越熟 吃的肉就越深 所以做朋友就是一回熟两回身嘛 就到后面 微信了吧 讲了那么多呢 就是想告诉大家 其实美食和身材是可以兼得的 不要暴饮暴食要学会克制 现在的克制就是为了以后能享受更多的美食 我这周就可克制了 就为了今天可以放肆的吃雪梨姐的准备的美食 不多说了 我要下去放肆了 谢谢大家 我是哇唧唧哇夏之光 一顿不吃饿的荒 夏之光 我太明白了您刚才说的那个涮锅烤肉我的那个一吃肉 我当时也是 后来他们跟我吃的时候 就也是就非得就赶紧就涮完赶紧吃了 就是我们俩这样的人都是不能跟我们一起吃饭的人 真的 不会的 建国哥 因为咱俩不熟 所以我不会跟你抢的 有个地方你们可能得抢过 就在今天的雪梨淘宝直播间 今天晚上七点三十各位粉丝宝宝们一定要和夏之光建国一样 当然如果你想建国一样眼睛小也没上大眼睛的小心机 让你的眼睛不要错过 今天绝对没有白来一趟不仅有美食还有大礼 那不知道不激倒的两份大礼是什么呢 那雪梨姐要来挑战我们挑战赢了才可以获得宝藏送给粉丝们 那说吧就是你们的挑战是什么 我们的挑战真的非常厉害 而且我在这方面是非常厉害的 我们的挑战叫买买买 怎么朴素吗 因为你只会卖卖卖买 就像雪梨淘宝直播间会有很多这种限量好物 需要拼手速抢购一样 买买买考验的 就是这个购物系列和眼疾手快 精算购物车抢到商品和清单 吻合最多的队伍获胜 你们俩人 我们怎么分工一下 分工一下 其实购物就是女 觉得我和小光 我们负责这个寄清单 好吧 然后呢 你俩去请 一会儿出来清单 我俩赶紧背 然后我们指挥你们 你们请 行 来吧 我们话不多说 我们准备 三二一上清单 好 好 来 好 准备 准备 还没开始呢 你们先过去 你们先过去 好 来 来 准备 开始 来 解那个西红柿 潮天椒 黄瓜 西红柿 什么 雪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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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桃 这是桃 桃 建国 没有建国 都被我抢了已经 黄瓜 香菜 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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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莓 他现在告诉我 还有呢 大鸡 豪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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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豆 你倒是激昂 你为什么要拔了别人去 不不不 还有呢 韭菜 你们系了什么东西 韭菜 洋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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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没有听到倒地词 洋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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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结束 对 我光看赛呢 结束了 听 雪梨 我数三二一 三二一 听听听 哎哎哎哎 你做逼呢什么 这是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的 这是我们的 行了 不是你 行行行行行是我拿的 听你的 叫监控 已经结束了 掉监控 行了行了 差不多了 掉监控 来来来 我们回来 筹研啊 我的麦呢 拿不动吗 我的麦在框里 我来这个 你来这个 我来这个 看来我们这个倒算就是这样的 对 没什么规矩 来咱们瞅一瞅啊 我瞅你们这边的 你瞅我们这边这样比较公平 好吧 多拿了扣不扣分的呀 多拿不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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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拿重 奖励 相过 你们谁有相过 我都要有这个 我瞅你们这边的 这样比较公平 没有香瓜 没有香瓜 你别往里头上了 我得赢啊 洋葱 我的肯定都是对的 洋葱 韭菜 有的 黄瓜 蓝莓 雪梨 毛豆有毛 谁给我念的毛豆 不是 是你 我跟你说毛豆特别下去 你是自己想吃是吧 不是 我刚刚记得那十秒 毛豆稍微好吃 就好吃 你看 那个我学的没毛豆 然后 然后建国说毛豆毛豆 然后我就信了你的 无毛豆不承认 怎么还能现在拿呢 你这个是毛菜稀有两样 六样 我六样 青椒 我拿了青椒 七样 所以是我挑战失败了 当然 什么水平啊你这是 就是你这是不太擅长 就因为你这一带毛豆 我跟你说 你这是不太擅长购物 这一部分 就是 我不太擅长抢 确实 我确实比较不要脸 这个也不能怪你 或多或少 是有一点我的责任 但是你仔细想想 这个 人真不能没有毛豆 对不对 对 对 那么其实 我们好歹来你们岛做客 就不能给个机会吗 就是比如说 你给他出点什么难题 你们就答应把礼物给他呀 或者什么玩意儿呢 把你们的宝箱 然后送给粉丝对不对 对 把宝箱送给粉丝 好好好 来 这样好吧 不论你们的宝箱里面是什么 我都直接翻一千倍送给我的粉丝 打一千倍 怎么样 因为我猜你们应该也没有很贵的东西 你为啥不早说呀 早说呀 早说我就把我全副身家带过来 我一看卡就直接丢脸 不是姐能万一打开来是六辆大车啥的 怎么送啊 你不知道我们多大方呢 雪莉要哭了 全是大钻石 这么多年白干了 我不信 我每天直播啊很辛苦 打开开 我都不忍心啊 看看杨丽的是什么 这怎么送得起啊 哇 一瓶可乐 还有呢这个是什么 这是我们的一箱辣条 一箱辣条 这只放了一瓶可乐 是因为宝箱太少了 其实是一箱可乐 也是很贵的 那就是我送一千箱可乐 跟一千箱辣条 不是那也是很贵的呀 那那这你这这有点有点 你们有点欺负我们了多少有点啊 没有 但我现在就是后悔 后悔他现在只剩两个字 后悔少了 让你抠哎呦 没有想到我的抠影响了别人 我就猜中了他 对 抠你知道吗 一千倍一千倍 还是你听到吗 厉害 嗯 那看看我们夏之光 准备了什么 我这个打光的 可能是什么呢 可能有点让你破费了 因为有点 真的 那我送的是什么 是一个 是什么 红包 哦 一张纸 一张纸 红包就对 一千一张纸 哈哈哈哈 一千个红包 一千一张纸 送给大家 马上过年了 祝大家新年快乐 哦 没有 里面是一个 826元的吃货红包 826元 给我们826粉丝结 就是 826 乘以一千 乘以一千 8块6 是 8块6 对 嗯 多多少 八十 八十二万六 好 姐你现在心疼不心疼 肉疼 但是 但是今天毕竟是我们一年一度的 是 雪梨粉丝结嘛 所以 82.6万 没问题 没问题 直播 直播团队帮我 12.6万 一会儿我们会再 还有刚才的一千香的 对 还有一千香的可乐 跟一千香的辣条 我们的石楼跟不是白叫的 前往一起炸干雪梨 一会儿 我们信信念念的 一千万元的红包补贴 也还是有的 然后五十万份福利 一分钱秒杀 还是有的 蹲雪梨直播间 可能 搜雪梨直播间 进入并点击 左上方的关注按钮 在节目过程中 每十分钟 我们就会送出 五十万元的红包语 那么感谢 两位岛民 请二位收拾休息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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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 大家